今天是端午节放假的第一天 留守北京的我们无处可去 只好来到了Fin住的留学生公寓里 通常走进门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放下包 然后我会躺倒在床上装死10秒钟 现在还剩下3秒 然后我会说 我要喝茶 现在还是奶茶 奶茶 为什么奶茶 奶茶啊快点 为什么 接下来是Fin & May的独家奶茶配方 首先取代泰式红茶 然后加入适量热水 烧带片刻之后 放入适量的旺仔牛奶 然后搅拌均匀 超级超级好喝的奶茶就完成啦 当然为了头头抱礼 我也会给Fin做一杯咖啡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干活啦 通常Fin会在他的书桌前干活 而我会在床上干活 现在我来给大家介绍如何高效而舒适的在床上干活 首先你需要两个枕头 然后你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其次你需要更多的食物 比如樱桃 然后你就可以边吃边干活 边吃边干活 边吃边干活 当然作为最完美的女朋友 在我自己边吃边干活的同时 我也时时不忘了去给我的男朋友送上最温暖的问候 最贴心的祝福 而我的男朋友由于太过于思念我 也会常常过来打扰我工作 在工作中时间过得很快 不知不觉中我们的外卖就到了 我派Fin下去取外卖 现在他已经回来了 今天我们点的是新疆米粉 我点的是变态辣 他点的是激情辣 最新的科学研究数据表明 外卖必须配合美剧 综艺 或者其他电视作品进行使用 方能达到最佳效果 所以现在我打开了 全力的游戏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刷剧时光 前两天我们看到雪色婚礼 我们俩悲痛欲绝 好几天都没有继续打开全力的游戏 但是在端午假期中 我们迎头赶上 现在已经看到了第七季 在刷剧中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一下子就到了下午 而我们今天下午 什么事情都没有干 干的只有吃新疆米粉和刷剧 在愧疚心的驱使之下 我决定开始看书 他决定开始学习 最近我看的书有个非常有特色的名字 我们时代的神经证人格 看这本书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自我诊断 看到一半的时候 决定决定去洗澡 留下我一个人独守空房 舼指上 决定洗澡以后回来 带回来了一堆脏衣服 所以我们决定先去把衣服洗了 留学生公寓里有个洗衣房 所以我们只需要把脏衣服装进洗衣机里 倒入洗衣液 然后关上洗衣机的门 就可以继续回床上躺着了 在等待衣服洗好的过程中 我把我的吉他拿了出来准备练一下 天空荡下的几场雨 看街上路人不多 现在的你在做什么 爱又没有在向往 快乐是否曾爱过 探访我们两个 谁都不想让自己错 顶 顶 衣服洗好啦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回到了洗衣房取出衣服 然后开始晾衣服 然后芬会凭借他的身高优势把衣服挂到晾衣房里 而当这一切都结束 已经到了下午6点以后了 既然是放假 我们怎么可能一整天都待在房间里呢 按照我们的计划 我们晚上可是要去嗨的 由于不知道晚上什么时候才可以回来 所以我们决定提前进行今天的听力跟读训练 更读完以后 我们就准备出门啦 但是在出门之前 就应开始疯狂收拾他的房间 直到我表达不满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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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收拾啦 就这样 我们关上了灯 离开了房间 我们的一日同居生活就这样结束啦 啦啦啦啦啦